我是陈尔老师 今天呢我来讲一下5月26号 中国的四个签证处 还有新加坡的签证的预约的情况 然后还回答一个关于service号码变换的问题 好 截止到北京时间5月26号上午9点呢 北京的朔博学生的最早预约是6月7号 其他学生是6月4号 这个有大幅度的往后推 广州的学生呢朔博学生没有 其他学生6月1号 上海的朔博学生没有 其他学生5月28号 沈阳呢朔博学生6月3号 其他学生6月1号 新加坡呢都是6月15号 所以呢我们看到呢是有大规模的 这个预约往后推 可能呢是因为各个学校的220呢 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发到 陆续发到学生手上了 所以大家都去预约了 那目前呢在中国呢还没有开递签 如果呢有的学生收到了学生领馆的邮件 说你的签证的预约被取消 那就从前去签就好了 有一个家长呢问说 我是美本生美朔 那还有家长问说美国转学了 但是这都是一样 就是说你以前有了这个美国的220 就是有了service号 那么这个号码换了怎么办 那么这要分两种情况 第一呢就是你如果人在美国呢 如果你的service号码换了呢 那你就必须要出境 或者呢是要做一个所谓叫身份激活 这个过程呢还是相对复杂 希望呢这个呢可能要找专家人士来办 那么如果你要人在海外呢 那么这个service号码换了呢 其实关系不大 因为呢你入境的时候呢 你的新的号码呢就会被激活 但是呢如果你的service号码换了呢 那你应该是到移民局呢 再需要有一个交费 但是这个费用呢也不贵 大概300多美金 这是移民局收的 就是他发一个新的这个service号码呢 那要换 那么在这个美本生美朔 或者是美国转学 或者美高生美本 这个如果处理的顺畅的话呢 一般的这个service号码是可以不换的 我们当然都会建议你不要去换 对吧 一个是不要惹那个麻烦 再有呢也不用花那个钱 但是有的学生呢 他自己弄的呀 或者第一次他不知道 那么或者有的时候学校也不太清楚呢 那么这个换了 那如果真是有这个情况呢 那你就好好处理就是了 好的 那今天呢就讲到这儿 希望呢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有留学美国的疑难问题呢 可以私信我 我尽量安排时间来回答 好感谢你观看关注 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次再见 MING PAO CANADA